加薩埃及边境的拉法关口持续混乱 援助加薩平民物资的卡车 还有挂着联合国旗帜的邮轮 都在联合国车辆的护送下进到埃及 另一头空的加油车同样挂满联合国旗帜 离开加薩走廊前往埃及 只是他们能进到埃及载运物资 却无法前往加薩救人 因为加薩这边的拉法关口迟迟没开放 边境挤满了等待离开加薩的外国人 就怕冲突再爆发 无数人急着要离开 巴勒斯坦人也聚集在拉法边境 希望进入埃及远离威胁 到底边境为什么这么乱 埃及指控哈马斯不愿打开通道 不只如此加薩通往边境的路上 也在空袭的过程中受到毁损 因为以色列可能从南边进到加薩 他们也呼吁平民不要挡在路上 以免遭受攻击 至于美国是出动舰艇 把美国公民从以色列撤离到塞浦勒斯 证明美国籍妇女正要登船 已经买好机票要飞到达拉斯 认为以色列不安全要尽快离开 另外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也表示 欧盟将开设一条经由埃及飞往加薩走廊的人道 援助空中走廊 预计两架航班会在本周启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